什么是好男命呢? 男人就像男人 身又强,气又壮 壮,但不是凶 所以说这个男命啊 八字要稍微显强一点好 可胜财官也 包括石神,山官 要经得起用,经得起好 所以一个人好不好 他的身体也很重要 尤其是男人,因为他要旺了 他才有事可以做 身体才足够用 所以你的精气水是不是一样好了 是不是能行 这个身体好了 他的气运相对也就能好一点 也不是一点 实际上我们他整体都是身心灵相通的 当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体不太好 弱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过分的强 过分的气不够和 比较的鲁莽冲动 或者你这个有力 没地方使 委屈 或者是 你 就是不会用 上来就 满力 其实没有地方使 还好了 如果是 乱用 那就 不好了 乱造业 是不是 还不如不做 还不如往那一坐 我不生 也不灭 维持 自空 那反而是 好的 现在很多人都是乱造业 根本想不通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乱做 我想怎么样 都是歪念 邪念 做出来都是恶事 就没有好报 所以一个人的八字 是这么说了 但前提 大的前提还是流通 互相深刻 都有情 那么 继神 相战 也为喜 落空 也为喜 那喜神呢 就喜欢 忘 生忘 同样的看法 其实就跟你们 多多少少一点 不区别 它 还有就是 它 对应的六星 跟女性的 因为我刻者为妻 刻薄者为官 所以它 有些东西是颠倒的 有些是 在六星 在对应 是不一样的 但五星的深刻 顺序 这个字画 都是一样的 还有 就是 我 要有地方用 要干脆都不用的 这种人 最麻烦 那 起起全都往我这走 看似怎么样 实际上很自私 很自私嘛 想象一下 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就很邪 很恶 再好怎么样 一旦 出了问题 内部出现矛盾 那么 可能单挑 你很厉害 当 先父所指 当 走到最后 相当默然推的时候 总有生有灭 那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再看 有人说 杀影相生 不是天下第一格局 那你身要弱 你身本来很强 又给你好多印 身呢 有的东西 用了 那反而是物极必反 好